李懿錦神贏兩年當媽了 凌晨吳玉錦宣布生下女娃 你说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一辈子的回忆 为什么我没有好的结局 Happy Ending这不就来了吗 2015年以新世界入围 金钟最佳女配角的李懿錦 消失目前近两年 27号凌晨晒一出女宝宝照 吳玉錦宣布生个当妈咯 笛锦写下 2022年2月25号秋天来到地球 农历生日1月25号 刚好跟大个子的国立生日同一天 感谢生命在每个伟大 以微小的日常中持续供养 祝福每个种子 在自卫十一的日子里自然绽放 感谢每个时刻 一起同行的伙伴们 大国安秀丽 没错宝宝名字叫做邱天 第一景虽然没名说老公的身份 照片中抱着小孩的平头男子 应该就是他交往六年的编剧男友了 外形甜美的他 其实被忧郁症纠缠了24年 直到演出舞台剧老王子 认识编剧男友才知道爱的感觉 我其实蛮害怕跟人相处的人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可是因为骑了车子 然后可能少回自己一些什么 自在了 然后我就就是学习自在吧 然后我也比较不怕人了 2020年李懿景出演完王牌辩护人 就消失在演艺圈 因为疫情 李懿景也开启新的生活方式 他骑车环岛顶居台南 看遍了好山好水 现在家里还有秋天来到 请继续幸福下去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英 哈喽大家好我是博舒瑤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杰 我一直觉得树母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你真的吗 对对对 没有cohe 看什么怕 怕天啊 怕 哈哈哈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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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